大家好 我是蔡寶寶 今天和大家由中環逛樓灣仔 剛剛從中環F出口出來 這裡是遮打道 今天假期 街上也有很多市民出街玩 這邊比較多名店 有卡地亞 有Prada 有Chanel和其他品牌 不過不是見到太多遊客 反而比較多姐姐出來活動 不過他們放假通常都出來鬆一下 天氣多好 我想有三十幾度 南天白雲 走到遮打到隧道口出來這個位置 香港的特色就是有很多這些小返車 不過給我的感覺 沒有以前小過這麼多 靠近一點 早上的特色 在這邊 有很多人 都看著 那些小的特色 在這邊 在這裏 每個都看著 我們看著 在這邊 南天白雲,實在太漂亮了,忍不住拍下 這裡有一塊牌寫著1985年10月30日立法局舉行揭幕儀式 走到德庫道中這邊 走遲一點就是金鐘了 轉眼間走到傘打花園 原來這個公園是在1978年10月20日落成的 我還沒出生 這邊的樹木也很漂亮 五六法都做得不錯 這堂樓梯好像有點歷史 這堂樓梯聽到那些水聲 那走過來這邊八卦一下 我從新之年好像沒走過進來 一棵樹叫做落雨衫,別名是落雨蟲 原產地在北美洲東南部 原來水池在另一邊 反正有時間走過去看看 我看到這棵樹的樹木也很漂亮 很粗壯 我看一看 原來它的名字叫做麵包樹 這個名字很有趣 原產地在馬來西亞和太平洋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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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進來都不知道原來 這個公園中還有這麼多 不同國家的品種樹木 那這盞燈也比較有歷史 好了,走到那個水池看看 走到那個水池看看 看看 我以為水池很大 原來這麼小 好了,我下一站走去灣仔 轉眼間走到金鐘到這邊 轉眼間走到金鐘到這邊 哇,這麼快走到中銀大廈 哇,這邊也有人打卡 真的不明白 那些人為何會在馬路邊拍照 Anyway 藝術這間店有識條鐵嗎 走你的金鐘 小時候很喜歡欣賞這些站牌的 整天都很八卦 那些車去哪裡 有多少錢 那現在有這些顯示器 等多久 好像也挺方便 走到來紅綿路這邊 走到紅綿路這邊 我幾快走到金鐘到力保中心對出這邊 那邊 這邊的商業大廈都沒什麼改變 咦,為什麼那些垃圾桶 還用垃圾袋套著呢 不是應該放回垃圾桶嗎 Anyway 到處走到處走 沒那麼八卦 那我右邊的位置就是中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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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前一點就是泰古廣廠 是泰古廣廠的位置 那是泰古廣廠的位置 那對面的位置是金鐘樓 那對面是金鐘樓 還有統一中心 好像是統一中心 好像是 这间无印良品还在这里 这里有一间叫上海滩卖中国服的店 现在刚刚在金钟和湾仔中间的交界 这个位置 这间Starboard有很多人在上网做功课 在这里滑下 好了 离开了金钟 好 现在到湾仔这边了 这边也有很多小鳥 走到皇后大盗督 今天假期不知道这边的店铺有没有开 不如我所料 很多店铺都没有开 这个位置是太古广场 第三座还是第三期 很奇怪开在这边 看见得保雪粒那间公司车 之前有传闻说他们的厂房 好像是否收地要搬呢 希望这间店铺保持到 之前本地小店 虽然它也不少了 但是希望保留回香港传统的店铺 现在已经过马路了 小心一点 现在过马路要小心一点 前面有一间泰国传承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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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樓 這邊還有一些買中國的傢俬店 剛剛那間中式傢俬隔壁這間店 家品和傢俬都很漂亮 好,走到永樂里這邊 這裡好像有一個小小的公園 哇,這一大也比較多傢俬店 這裡有一間了 走到這裡好像應該差不多走到合和中心了 應該是前一點的位置 你看看連這些雙下都下了閘 有間叫木作坊 傢俬都很漂亮 這裡有一間賣花賣植物的店鋪 都挺漂亮的 原來我弄錯了 還沒走到 突然買燈的葡萄 好像有些水晶燈一樣 有些很懷舊 小鐘 這條街叫聖佛蘭氏街 上面有一些食肆、酒吧 有些水晶燈的 都很久沒走到這邊 都很久沒走到這邊 這邊都很久沒走過這邊 這邊都有兩間急鋪 都還沒開完完 那些店鋪 外面呢 有很多店鋪都沒開 這間也是賣傢俬的 這裡賣梳化的 這間店鋪的水晶都挺漂亮的 繼續朝著合和中心的方向走過去 對面真的很多店鋪 今天假期都是休息 相對整條街 這邊很靜 走到這個熊聖古廟 都看到有些外國人來這邊 參觀和拍照 位置在皇后大到東 129號至131號 好 這是有監關人證窗簾的店鋪 這間店是甚麼來的呢 這間店是幫人做按摩和臉部 好日式啊 這邊的急庫嚴重點 這麼大隻字寫著旺舖照租 業主還說加別人租 迫到別人走 我都不太明白業主在想甚麼 其實現在有人租這間店 就算太好笑了 Anyway 這裏敲一間做健身的 對面有間奇華餅家 那座建築都比較舊式 不是戰前的樓來的嗎 好 我終於走到合和中心這邊 剛才還搞錯了 以為一早走到 對面是起貼街 稍後很快和大家走一下 這裏都沒有甚麼點變 下面都是一些車行 這裏都沒有甚麼 是一般的 這是一般的 有個車行進去 你現在從哪裏都沒有 是一般車行進去 可惜的車行進去 那裏有個車行進去 好 剛剛過了馬路 走起貼街就沒有收機了 這裡是一間Tesla的專門店 見到有小朋友的車仔 很搞笑 這麼小的 以前我喜歡吃的那間車仔麵 轉了金滿廳 這邊也比較多食肥 這間的麵包也挺香 現在有一個Tesla的$95 這間金紙半之座平日 下午是排長龍的 現在四點多鐘都有些食客在裡面 價錢給大家看看 最便宜的那款1.100 如果你吃天婦羅當就1.200 不過這裡的天婦羅都很好吃 每天都要過來吃飯 太久沒吃了 這裏有些賣衣服的店舖 前面有一間蛋撻黃餅店 那些蛋撻很好吃 先拍一下 我記得之前有同事散水 可以買這個好聚好散 它有很多不同口味 有酥皮 牛奶 傳統的牛油皮蛋撻 港式酥皮蛋撻 還有半熟芝士 還有雞批 還有雞批 叉燒批 和椰撻 價錢也不貴 十多元一隻 之前這間好像是吃韓國的 現在吃 港式的早餐 海南雞飯那些 在隔壁店裝修 這邊也有很多外國人住 所以也有很多咖啡店 這個門口很誇張 很漂亮 它裏面還有一些糖果賣 小朋友之愛 起貼街這裏都差不多拍光了 那我都準備吃東西了 那今天這條片和大家拍到這裏 喜歡的朋友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